1. 口臭 由于幽门罗干菌存在于肠胃中 普通的刷牙是很难解决的 所以就会感觉自己嘴巴总有一股排水沟气味 2. 泛酸 幽门罗干菌引起胃酸分泌变多 引起胃粘膜损伤 出现泛酸症状 引起黑痰和吐痰的感觉 3. 腹痛 胃痛 胃胀 胃酸度 明显加重 胃粘膜和12指肠受损 伴有不规则疼痛和微重期较短 4. 腹泻 小肚子变大 而且上厕所不规律 无缘无故腹泻或者是便秘 5. 饱腹感 进食后腹部上部饱腹 不适和疼痛 常伴有发热肿胀胃酸反流 食欲不振等不良症状 牢记做好两件事 把胃慢慢养好 1. 学会预防 避免感染油门罗干菌 少吃生冷 辛辣凉刺激性的食物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饭前便后洗手 集体用餐采用公筷子 2. 多喝养胃水 我们还可以借助食疗来养胃砂菌 食疗砂菌 主要就是利用具有砂菌养胃功效的食物 改变胃环境 让胃变得不再适合油门罗干菌生长 胃中的幽门罗干菌也就自生自灭 提醒你的是 丁香是幽门罗干菌的天生克星 因其特有的丁香油和丁香氛 能有效地抑制幽门罗干菌的活性 从而达到抑制和杀死幽门罗干菌的效果 取丁香 猴头菇 大麦 山楂 茯苓 佛首 大枣 橘皮 莱夫子 高粱浆等十味食材 科学配五制成茶包 开水冲泡 常喝 增强胃动力 缓解肠胃不适 对胃有很好的养护作用 好了 好了